今天的文章我们一起来听 随理可以看清一个人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离不开人情往来 而随理也是一门艺术活 礼记典礼上曾经有言 礼上往来 往而不来非礼也 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有人情往来 关系才会变得更加密切 人与人之间才会更加的亲近 随理本是发自内心的 可总有一些虚伪小人 在随理上 总想占尽他人便宜 让随理变成了利益交换 随理的时候 很大程度可以反映出 一个人的品行如何 也能在随理的时候 看出谁才是真正心疼你 在乎你的人 随理随的是理 验证的是人心 那些在乎你的人 人品端正厚道的人 好好珍惜身交 而那些贪图便宜 人品不好的人 一定要远离 一 心疼你的人 随理时 尽量让你占便宜 心疼你的人 总是舍不得你受委屈 总是优先考虑你 为你着想 为你排忧劫难 甚至是在随理的时候 也会想着你 让你占便宜 同村好哥们李明 常年在外奋斗 对工作踏实负责 很快就升职加薪了 经济条件也变好了许多 李明虽然常年在外奋斗 但是村里有朋友哥们 有喜事需要随理 他永远都是最积极的 李明虽然不算大富大贵 但是每次都会多随一份理 给有需要的亲戚朋友 前阵子 李明需要钱来创业 那些受过他帮助的亲戚朋友 纷纷站了出来 拿着随理金的名义 给他无偿随理 帮他凑钱度过难关 随理看似是人情往来 却是实实在在的温暖与情意 为人雪中送炭 帮人渡过难关 让人铭记一辈子 人活在世上 都有无助落魄的时候 若有人能借着随理的名义 为你雪中送炭 排忧解难 那是真正心疼你的人 也是你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不是他们有钱 更不是他们不在乎钱 而是更心疼你 不愿意看你落魄 只愿你一切安好 这样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 二 人品好的人 随理时不会让你吃亏 人情往来 既是维系彼此的感情 也是互帮互助 给彼此送温暖 人品好的人 为人正直厚道 不会贪小便宜 在随理时 总是让利给你 不会跟你斤斤计较 而是为你付出更多 替你着想 若是接受了你的礼金 必然会找机会 给你随更多的礼 只会加倍奉还给你 不会让你吃亏 礼金是人情往来的一个重要表现 随理多少 你来我往 也是维系感情的纽带 人品好的人 就算再难 也不会坑蒙拐骗 甚至是亏待你 占你便宜 人品好的人 他们懂得珍惜与感恩 不会只收礼 而不随理 更不会想着算计 占他人便宜 只会更加珍惜 你们之间的情谊 不会让你失望 把你利用伤害 与这样的人相处 永远心安 踏实 三 贪婪的人 随理时特别小气 也不想挥理 看过这样的一则 预言故事 骆驼见牛 炫耀自己漂亮的脚 羡慕不已 自己也要长两只脚 于是他来到宙斯那里 请求给他上一对脚 宙斯因为骆驼不满足于 已经有庞大的身体 和强大的力气 还要妄想得到更多的东西 气氛异常 不仅没有让他长脚 还把他的耳朵砍掉一大截 这个故事说明 很多人因为贪得无厌 一见到别人的东西就眼红 不知不觉 连自己已经具有的东西也失去了 贪婪的骆驼 就如在人情往来中贪婪的人 只想占尽他人便宜 随理的时候 小气 不舍得付出 但总是想从他人那里 讨到好处 这样的人 心永远是贪得无厌的 总是对他人的东西虎视眈眈 不会想着 人情往来是相互的 如此贪婪的人 或许一时能占得便宜 但长此以往下去 只会吃大亏 遭人嫌弃 倘若你细心观察 在生活中那些贪得无厌的人 随理方面往往有以下表现 希望他人随很多的理给他 他还礼时 却各种抠门 总是借着办喜事的由头 让亲戚朋友为他买单 给他送贺礼 而他请人吃饭的时候 所选的地方都非常的低端 若不幸遇到贪得无厌的人 一定要静而远之 不然到时候心寒受伤的 一定是你自己 四 看不起你的人 随理时也会贬低你 人情往来是一件互利共赢的好事 在随理的时候 一定不要道德绑架 对方更不能要求他人 为你付出 一定要记住 人心是相互的 这世上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给你随理的人 你要学会感恩珍惜 并懂得回馈 其实现实中不乏有这样的人 仗着自己有钱 可以无视你的尊严 看不起你 把随理当成对你的一种施舍 甚至在随理的时候 故意区别对待 拐弯抹角地侮辱你 让你下不了台面 那些值得深交的亲戚朋友 一定要多走动 人情往来必不可少 随理一定要相互 如此你们的感情才会长久 随理要看个人情况而来 不要让随理变成攀比 互相计较算计的工具 随理见人心 不要因为一点礼金 占尽他人便宜 给人留下贪得无厌的印象 惹得亲戚朋友们远离 随理不在于礼金的多少 而在于那份温暖的情意 在于那份懂得感恩珍惜的心 随理本事人情往来 不必刻意 不必攀比 更不必计较 从今往后 与有情有义 人品好的人 离上往来 远离贪婪 人品不正的小人 人品不正的小人 优优独播剧场合脏